雖然兒子江大成他想要走的是電競產業 跟徐薇原本預期的可能不大一樣 但最後徐薇還是尊重兒子的選擇 而且是力挺到底 其實呢 在徐薇從事補教業的路上 兒子江大成也曾經帶給他一些啟發 哈囉 嗨 everyone Who am I 我是徐薇 好 OK great You know me OK What's my name Ruby That's right I'm Ruby The beautiful Ruby 哪一個字 哪一個字呢 是can be seen on the desk 比他 Yeah 好不好 拍一個拍一個 好 手無阻擋 親切的跟孩子們互動 難得再見徐薇在教室裡教英文 對象還是一群小學生們 教法身段 溝通語言 全是孩子們喜歡的Style 好 這一次 這一次 萬一不小心又答錯的話 獎品是被我親一下喔 跟小朋友打成一片 是徐薇花了一些時間調整自己 適應他的教學對象 從高中生變成小學生 曾經在南洋街 交了快20年的大學升學班 10年前他離開最熟悉的地方 改作兒童美語 其實經過一段掙扎 我自己是有恐懼跟害怕 我先跟我講說 決定把我們在南洋街做了 對我來說是Forever一輩子的 升學補習班這件事情 他說他要把補習班賣掉 然後我們來全力投資做 遠距教學 我說 我說我拿粉筆拿了一二十年 教假設法 導樁劇 教克漏字這些東西 教了一輩子 他跟我講說 不要教這個 我們要來研發一整套 電子教學內容 然後從小開始這樣 我說我嗎 其實那時候下來做 也不知道說到底是不是對的 後來其實那時候我們下來做 國小精英班的前三年 其實我們老闆跟學老師 其實滿辛苦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一直在中南部 做不斷的加盟宣傳 因為我們那時候做加盟是從中南部開始 所以他們必須很長時間在那邊 跟著徐薇老師學英文 He Tom has three times as many shirts as you 當時讓徐薇下定決心 脫離競爭激烈的台北補習街 關鍵點其實是從寶貝兒子 江大成身上獲得的啟發 大成才九歲 他就來上媽媽的這個高中補習班 那根本老實說是一種亞苗助長 小孩子聽都聽不懂 可是我發現他竟然聽懂了 所以我才發現原來小孩子 他們不需要幼稚化 遊戲化 他們學語言這件事 他就扎扎實實好好學 他們吸收能力太強了 也是基於大成 才讓我知道說我可以這麼做 我覺得他會把我抱上台 說大成就 才一下就三四百個學生 一間大教室 然後他就抱著我 說大成來 Andurance怎麼拚 然後我就拚 我小朋友傻傻的 我也不知道什麼情況 就一堆人 然後我就拚Andurance 然後大家就看著 就很高興 看說我小孩 現在也會拚這麼難的單子 從小 從小 好 哈囉 兒子是最得意的門生 在加盟分校成立的說明會上 江大成的師大附中學校成績單 就是最佳宣傳 高音開始第一天 沒有任何的預告 就發了很難的 國音術三科考驗 下一次來囉 英文 86 其他人都好 40 50 30 這是怎麼回事的 請問是徐薇英文的功法 還是他媽的功法 從小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的江大成 功課沒讓徐薇擔心過 只是升高音時的第一次機策 滑鐵爐 分數 離前三志願差了一大截 讓徐薇決定 親自替兒子考前特訓 我跟我現在每個週末 都全中南部到處跑 分校辦活動 說明會 演講 但是那一個月 我就不准排任何行程 我就知道 不准排任何演講 不准排任何人 這是妳的字 這都麻的字 麻的字 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 徐薇用過去升學補習班的 魔鬼訓練法 跟兒子一對一 考前衝刺 按表操課 每天練習參考書 和模擬試卷十幾本 第二次機策成績 果然拉回師大附中 自己去買很多模擬 各種買 全台灣能買 都被我買來了 台北 台南 只要哪家出版社 有說模擬考的 我把所有出版社 全部我買來 徐薇說 平時兒子 真的都不太需要操心 偏偏大型考試前 特愛給他出難題 大學只考前的兩個月 江大成某天突發奇想 說要從二三類組 轉到一類組 基本上我對我孩子 向來就是他說什麼 我基本上都是 贊成的角度來看 這樣 徐薇對兒子 總是用正面的態度 支持他所有的決定 然後再一起想辦法 解決問題 或者伸出援手 從不潑冷水 更不想拿威嚴逼迫孩子認同 讓江大成在成長歲月裡 總是能感受到 媽媽不論怎麼忙 永遠會挺他到底 我們高三在畢業的時候 要選一個全校的 畢業聯會的主席 那他竟然去接了這個主席 對 因為一般大部分同學 他可能會升學 升學的話他不願意做 然後媽媽覺得說 對啊 要做就要做大一點 負比較多的責任 反正要學嘛 這樣才能夠學得比較全面 所以我覺得他們家 這個栽培孩子的方式不太一樣 他其實不怕讓小朋友 去嘗試很多的可能性 其實徐薇心裡 一直還藏著遺憾 因為曾經有十多年的時間 都在補習班的講台上 沒有陪過孩子吃晚餐 錯過了兒子 最可愛的成長歲月 當牟子倆重回南洋街 最難忘的是這一位 因為在這裡的時候 就是我最辛苦的時候 對 實在是不堪回首的網路 太辛苦了 一個禮拜七天 天天上 而且我最精彩的時候是 六點半到九點半一個班 對不對 然後每天晚上已經全班了 另外還加開了黃昏班 黃昏班就是四點半到六點 一個半小時 然後他 有 那時候你很小 今年徐薇生根兒童美語 第十年了 加盟分校突破了250家 江大成也順利從台大經濟系畢業 還找到了自己喜歡的工作方向 過去事業上曾經的低潮挫折 還有與兒子並肩衝刺大考的緊張點滴 都成為母子倆最彌族珍貴的人生珍味